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世系节控 工作生活能分得开 不卑不亢 虚心求交 王一博有着坚持 他对自己喜欢的事会做到极致 敢拼敢闯 不服输的精神 不愿意说假话 不争不抢用实力说话 他和粉丝一直都是双向奔赴 虽然有些时候对天队的对粉丝 他也努力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性格时酷时豆 看街舞Battle时他会高兴得像四岁的孩子 激动的表情管理也常常失败 他是一名歌手 演员 职业赛车手 舞者 兴趣爱好也广泛 滑板 乐高 会玩极限 他努力做好自己 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其次 前几天看了尤斐 现在提起这个可能有些敏感了 所以这条内容爱看看不 看滚 其实尤斐播出这么久才看 是因为一开始我也不看好他们俩 觉得没有CP感 赵丽颖的剧我也看过一大半 他合作过的彭于燕 陈伟霆的CP感觉比和王一博的CP感更好些 我觉得一部剧如果男女主没有了CP感可能会影响整部剧的感觉 但看了几集后觉得虽然他们俩可能看着不那么合适 但剧中的周斐和谢允还蛮不错的 让我惊讶的是王一博的谢允虽然也是古装剧 但他和蓝忘机真的差别好大 根本让人联想不到一起去 真的就剧抛脸 让看剧的人代入感很强 不会看着看着就串剧 而且他的演技也真的直线上升 再者 看到了他的采访 就是一个耿直的大男孩 后来就看了他越来越多的视频 就感觉很真实 臭美 爱玩且爱玩的都能玩好的男孩子 有实力有担当 粉他给自己自身也带了很大的快乐和动力 舞台上的他万丈光芒夺目 因为他的舞蹈喜欢他 始于舞蹈 终于人品 限于才华 最后沉沦于他的颜值 他很真实 性格好 看天天向上觉得他很可爱 看街舞的时候又觉得他很酷很帅 我看到的每一个他都正好在我审美点上 舞蹈很好 人都是木强的 有这些就足够我喜欢他 他特别纯粹 特别努力 特别热血直着 加之天赋一饼 24岁的身体里住着一个老灵魂的感觉 在这个圈子待了七年了 却还是知事故而不事故 另外他还特别搞笑 虽然他自己强调他不搞笑 另外特别平权 选择的队友是因为他的能力 风格和战队风格契合 第四季阶五组战队和第三季阶道海选都是如此 另外 他是细节控制对于天称的我来说真的很加分 工作生活能分得开 不卑不亢 虚心求交 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到极致 有小孩子的那股子贪玩进而 但也能很快的投入进工作里边 希望你星途璀璨的同时 可以生活的自在如风 来去自由 赛道平安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